北京的武装分子 八方两名警卫人员在交火中不幸牺牲 我祝卡拉基总领馆所有馆员和家属均安全 中方强烈谴责任何针对外交领事机构的暴力袭击行为 以要求八方采取切实措施 确保在巴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 同时我们对在事件中寻职的八方警卫人员表示哀悼 对其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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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